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踪这个品行的价值 尊重这个品行的价值 我们一直在阐述就是说孔子治愈道具得一人有意义的内涵 以及它和中国山水花的关系 所以我们谈到对道德的追求 对德性的修为 就会重视人的品行的张扬 欣赏人格的张扬 欣赏人格的个性是美的 所以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艺术 中国的审美 都是建立在对人的品性 品格的一种欣赏 对这个基础之上的 所以说人格是美的 所以说人格是美的 就形成了中国艺术的品尝的饭畴 对吧 品品 品尝的饭畴 特别是在魏晶时期 山水花 以这个山水秦昭 潇洒的胸襟 风流的鱼韵 以山川自然的美感 以山川自然的美感为大臣 一个是向外发现自然 向外发现自我的心性 就是说在魏晶时期 出现形成的这种 以这个对类 发现个人自我的心性 对外呢就发现自然的美 山水灵化为心性的外现 是吧 就是把人的心性 人的这种神秘 和自然的这种 把它融合在一块儿 融合在一块儿 所以说呢 就呈现出一种 深入化境 龙汉望火 是吧 深入化境 都融合在一起 到了任何一个地方 是吧 都融入化境 都融通融在一起了 是吧 这么一种 一种精神的一种境界 是吧 这时候就会 这时候就会 晋语神会 是吧 就是外边的这个 这个 自然的这个美 和我们的精神 它融合在一块儿 是吧 就会 产生出一种 产生出一种 真气仆人 推己及物 比如说 我没有这个 精气急急的 一句 此类的特别谈 是吧 我看青山 如此的漂亮 我看青山 多妩媚 料青山看我 也如是 是吧 他就回来 一个 无我 究竟 这么一个境界 就是 就是说 我在自然界中 我看青山 如此的漂亮 如此的美丽 如此的美丽 是不是青山看我 也是这样呢 是吧 他就把我 推起 自我的心里的感受 感悟 是吧 推着自己的 自然界中 是吧 还有 像古人 有 从三音道上行 如在近中有 这样的句子 是吧 所以说 心情的这种 朗诚 一片 光明虚灵的 情怀 他个性 就张扬起来了 就有一种 生机活泊 悲天秉人 的一种 大快乐 是吧 是吧 这种 今生上 就会产生 一种 悲天秉人 是吧 这种 生机 隐然的 这么一种 大的快乐 进入到一种 游民 今生 算上 昌海 它实际上 就变成了一种 人生的 态度 对生命的 一种 意义 的认识 所以说 这也是我们 中国 生日画的 一个 内在的 一个 精神 所以说 这个 游易 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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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规律性的 东西 道理性的 东西 要把它 孕育在 我们的感情中 是吧 情呢 要 欲 医 美 中 我们对 事物的感情 是吧 我们要把 自然界中的 东西 把自然界中的 这个 认识 对它的 这个 道理的 这种 辨识 了解 理解 把它孕育在感情之中 要把感情孕育在这个 审美之中 是吧 知之为学道 好知之为爱道 乐知为体道 是吧 就是说 对这些东西的了解 是我们学习的 这些规律 爱好它 是吧 就是我们 对 道理的 一种 热爱 喜欢它 就是 对道理的 一种 体悟 是吧 所以说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 万物之理 结通于大道 道是宇宙万物之本 是吧 是吧 是体和生命 对一切事物的关照 也是对道的关照 实际上呢 这个道理呢 也是我们对中国画的关照 也是对中国画的关照 这个关照就是认识 是吧 就是认识 就是体悟 就是感受 就是感觉 是吧 所以说 所以说呢 在这一点上 他和画画画 画中国画画 画山人画画 这种关联 我们要把它注射到认识 是吧 所以说 在艺术上 在我们的中国画画画上 不是单纯的去追求感官的 享受刺激 是吧 是吧 进而是要通过外在的感官刺激 要追求与道道的合一 要追求与道道的合一 是吧 所以说 黄明洪先就有一个理论 中国画 中国画 中国画画也好 中国画也好 我们是要追求类媒 是吧 他不是 不重视这个外媒 是吧 更重要的是这个 类媒 外媒是什么呢 外媒就是更多的一些 感官的美 是吧 是吧 我们看 是吧 哎呀 这个 黄昏的时候 这个 落 落 落 这个 霞光 很漂亮 是吧 是吧 或者说 我们看 山上的那个 云气 很漂亮 是吧 或者说 我们看 很多这个 刺激 我们感官的 这些美呢 它还要仅仅是 停留在外媒上 外媒要通过 我们对它的观察 对它的品评 对它的提升 把外媒 转化成内媒 所谓的内媒 就是要加上 人的精神和思想 是吧 所以说呢 就是说 要 要 要 追求 这个 与 道德和合一的 玄德之美 这是一个大乐 是天乐 是吧 是道德本身之乐 如果我们 以犹豫意义的精神 体悟这个人生 是吧 我们会将 生活变得更有 俊诫 是吧 财务人生的这个 这个妙识 中国画就是一种 完善自我 自我建构的艺术 所以说我们 一定要认识 画中国画 是吧 作为一个中国画画家 是吧 画三十画一样 是吧 他是一个 自我建构的艺术 是吧 他一个方面是在画画 一个是对我 自我 对自己 是一种修行 是吧 是一种修行 是一种修为 是吧 所以说呢 中国画 应该说起来 是一种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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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修行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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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较私家的事 是自我的事 它是完善自我的 如果我们每个人 能够从中获益 能够通过画画 来对自己有所修为 提高我们的认识 那怎么来说呢 我们在这上面 如果得到有很大的收获的话 我们就会把自己 打着要成一个完人 一个好人 那么也就是说 社会就是和谐社会 所以说对中国画 它在这边也是它的功能之一 就是说我们学医山水画 所以这个绘画 它的功能形 它是对自己来说 是一个自我建构 对吧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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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心中勾获的必然的一个途径 就是说你要有心中要有勾获 你就要有承怀未向的能力 要有承怀官道的这种心情 和这种追求 承怀未向 就是说用一种非常敏进的心 用非常这种真挚的感情 去观察万事万物 去观察万事万物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说 能够使个体之小我 超越现实 有限的舒服 以及有一种深深不息的 宇宙的大生命之中 就把你个人的这种小生命 要融合在一种深深不息的大生命之中 其实中国话在这一点上 这一点上包括就是说 我会再谈到 实际上它就有很多中国话预见的一些问题 都在这些方面一些思考 我们还能把一些问题给看清楚 比如说我们画画的东西都是 很多人都提出来 说我要张扬我的个性 有时候有些同学说 我已经为什么都能画画 老师说 他说这个 这是我的个性 我追求一种我个人的感觉 我个人的个性 等等等等 是吧 那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小我 我们的个体生命 要建构在一个大的生命的 一个宏观的这么一个高度上 来对它进行一种评评 对它一种评价 它才有意义 是吧 所以说 有时候说 在画画的时候 是吧 比如说 这个标准 标准就是 个性的东西 个性的张扬是非常好的 但是个性一定要建构在 共性上 个性才有意义 是吧 我们的共性是什么 就对我们总体 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深入的一种了解 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品格 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神 有一个了解 把你的个人的追求 放在这个高度上 放在这个大的平台上 我们才能够对我们自己的追求 有一个相对的评价 和了解 要不就没意义 所以说呢 这种精神上的 是要建构的一个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 是吧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 将时间 空间 现实 生态 心态的这种 一种全面的考 可以说对他的一种全面的关照 是吧 就能够逐渐地把它又融入到 这种我们的一种神秘的观想 我们的一种神秘的一种追求上 是吧 所以说呢 他对我们中国的山水花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就说 我们现在有 是吧 从我们画上山水花 山水花 你得有山水花的神秘观 是吧 你得有山水花的造型意识 我这顺便来说 比如说中国人有我们的造型观念 实际上造型这个概念呢 严格说起来是外来的 中国传统一般的这种 不管是画顿上啊 还是画石上啊 没有造型这个词汇 也许我古诺寡文 但是我到现在就有了解 是吧 是吧 就是说这个造型概念 那么这个 中国人大部分 是不是就没有中国人的造型观念呢 是吧 我们有中国人的造型观念 是吧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这个造型观念 或者造型能力 现在在语书界 通常是耳熟能想 是吧 经常是很多人都不把人家提到嘴上 是吧 包括说一个 一个艺术单位 一个 一个画院 一个院校 是吧 我们现在说要进行 某某某一位画家 要进行一位经销售 往往会说 这个人 业务能力很强 是吧 其中就 往往还要说 造型的能力很强 就是说他画什么东西 结构构了 空间了 这些都画得非常好 但是这个观念 它是西洋画的观念 是吧 是吧 所以我们画的 在审美观念上 经常用到的一些范畴 比如说 相对气 相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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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的 这些因素的形成 是吧 就是说 他前面上我们讲的这些 是 中国三十环中 也经常用到的 但是说 一个是造型理念 造型观念 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些 审美范畴 比较重要的一些 比如说 也就是说 以气 作为 神秘的 翻译之后 以象 作为神秘的翻译之后 所以说 咱们经常就会去看 比如说 一张三十环画 画起来以后 往往往 我们在评论的时候 就会说 哎呀 这张画 这张画 气象 非常灰弘 是吧 用象 这个概念 作为我们的一种神秘标志 是吧 另外一个呢 也喜欢 用气 这个气 气在中国的这个文化中 也是审美范畴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 是吧 这种中国文化的特点 才会产生 这样的审美的一些理念 是吧 气势是什么呢 气势是代表一个人 人 他有生病 没有生病 气就没了 是吧 所以说呢 有气 就是说 他就有生机 说 气息非常 说这张画 是吧 气息非常 非常的灵动 充满真气 或者说 充满清气 等等 那么 气就变成了 我们中国画的 神秘的标准 这个审美范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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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啊 这个画 三十岁的画 实际上就 我老想强调 是吧 刚才意思是说 我们要做 中国人 它是作为中国人 进道 体道的一个过程 是吧 是 可以说是 让自我 与外在的 一种双向观照的验证 是 是提升体悟的能力 它这边有一个双向观照 每次我们画一张画 是 要按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说 就是 一次 到场 就是 一个 新灾 是吧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画一张画 我有时候经常有一个体会 它就像下一盘棋似 是吧 这个过程 它要送云结果 输赢不是很 是吧 是体会在画 这个体的过程中 是吧 我们从中不敢 我们不知道了什么 另外一个来源 又是 通过画画 我们自我验证了自己一身 画一张画 是吧 你随着你的这个自我的这种修养的这种提升 你每画一张画 你刚刚说有所心得 有所提高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非常大的一种愉悦 对自己有一种认识 是吧 一种认知 所以说画画 实际上是一种 一种自我的 一种双向观照的一种验证 是吧 所以这一点上啊 特别是 就是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在学习这个 孔子的这个 论语的 好像第一点上就提到 是吧 是吧 这句话啊 这句话啊 其实就是 非常符合 我们中国人画画的一种形态 是吧 其实我们画画的过程 就是在一个学而实习之的过程 这句话很重要 是吧 首先一个 你要想画画 要学 要学 学什么 想自然学 是吧 要贴近于道 是吧 要想自我 心性学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学 是学问 是吧 那么你在这个学问的 这个不断的 这个增长的过程 是吧 不断的事物的 体肤 这个了解的过程 很重要的一点 要实习之 是吧 是吧 就是 不断的学 学了 要印证 是吧 是吧 印证是什么呢 就是操练 每换一张画 就是操练一次 是吧 就是自我简约一次 是吧 我们对事物 有了新的认识 有了新的感悟 今天 我听另外一个画家 说了一句话 是吧 他是 无意说说说的 话 我是一个有心听的人 是吧 哎呦 这句话 就是我平时 一直 好些日子 琢磨 解决不了的事 哎 让他这一句话 就给我点通了 是吧 马上呢 马上呢 我就要回家 是吧 赶快铺铺子 画两笔 是吧 平时就琢磨那点 那点 就有时候 这个关卡 过不去 他让他一点点通了 所以说呢 就要反复地 操练 是吧 这操练 也很重要 所以说 我们画中文化里边 也是要提了 对一点 是吧 学实习 你除了学 你还要不断地 操练 是吧 所以说 在这个操练的过程中呢 画中文化里边 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功夫很重要 是吧 功力 功夫 就好像那个 练武术 是吧 他也要有功夫 所以中国人的这个文化 他不断地要有 对上 敬而于道 的认识 他还要 往下 要近乎于这个记忆的 这方面的操练 是吧 是吧 有的人想得很好 你手上头 功夫跟不上 不行 是吧 你笔墨 拿起笔来 笔头都不行 是吧 他也要 提到 比如说 过去 像 李先生啊 特别像 梁树年先生啊 这些老先生 刚 他们评价 这个画家的时候 除了看他的 这个画面的 境界 笔墨 是吧 最后来说 功夫了得 是吧 功夫了得 是吧 也就像 我们看看 水虎 是吧 暴走的头领中 是吧 功夫了得 是吧 文化 像画 中文化 也要中文世界 是吧 所以说呢 就是说 这一点上啊 通过这个 孔子的这个 学而实习之不归乐乎 他的这个形态 这句画所描述的这种形态 就是我们画中国人画的这种艺术性态 艺术性态 所以说 就是不断地学 不断地体悟 不断地实践 不断地要操练 就是吧 就是吧 这个是整个 中国画画 我们的一种 绘画性态 是吧 所以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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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啊 有不把他们画的中国画 强调的这个 强调的这个 与道德相同 它实为是一体的事儿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是道数道义 一数来说 在中国的人的观念里 是道数道义 乐在内心为其主 还有一个 从中国的文化中 一直还有过去强调的理 是吧 有理学 理在外 是吧 理在外 过去还有乐 乐是主内心 那么 理在外 理学对我们 我们画的中国画画也非常重要 因为我说这些呢 往往很多学者呢 觉得你扯得太远了 实际上呢 它和我们中国人 中国画 三十个画 是非常紧密的 这也是中国画的特点 是吧 ơ 就是 那座山 是祖山 是吧 他在家里 他是家长 其他的那都是儿子 孙子 你们都要有一种 秩序 有一种规矩 是吧 这在中国山元画中 中国文化中 这个规矩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说后来 包括我们画画中 讲究有法度 画上是要法度的 说现在有些人在山水花 他不懂这些东西 他就没有法度 是吧 谁其实想怎么画怎么画 是吧 你那个东西就不假 不假 没有规矩 没有法度 是吧 所以说 这个山元画 你要想画好 也是一定难度 是吧 所以说 从中国这种文化中 他都是 每一个方面 都是从这些方面 派生出来 是吧 所以说 在这里边 是吧 强调一种次序 一种规矩 是吧 就是维序 什么东西都有次序 是吧 中国画里头 这个次序啊 特别重要 你们要说 外边你们在画的过程 就挺有道 是吧 画夹一叶 画一棵树 是吧 就好像画一个 男人草 过去就要 是吧 是吧 画一笔 第二笔 要交 第三笔 要破 是吧 他就这么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的 这就是次序 是吧 一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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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笔破缝 是很简单的 就是 過去 中国人啊 就是在这方面 当然 我今天要举这个 一个小的意思 就是 这些次序 特别多 是吧 这些次序 它就是从最简单的 一直生发到最复杂的 比如说画画树 是吧 特别要注重那些 长得在外头的 靠近白纸的 那些树叶 那些树叶画好了 你里边的树叶点乱了 乱进去乱了 是吧 所以说呢 就是说 包括我们画树 画一个树 它是要有它的姿态 画两棵树就要见两棵树的关系 三棵树就要破这两棵树 是吧 等等 就是说这些次序 这些序 是吧 在中国人的绘画中 这些观念是非常多的 你不懂得这些观念 是吧 我就照着自然界的绘画 是吧 前两天还给一个班上讲课 有个同学 写生中画得不错 是吧 善于把自然界绘画中的那种感觉的风光 都能画下来 是吧 画得不错 但是它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在哪呢 是吧 它那里边不讲究 是吧 不讲究 它讲究什么呢 就是这些书密呢 多少了 大小了 虚实了 这些东西是序没有 是吧 就没有一个编排 没有一个序呢 就是等于说 我们一个编辑部 没编辑 你这个文章拿来以后 是吧 哪篇文章应该在前头 哪篇文章在后头 这是个编辑的 来编辑 是吧 缺乏编辑 画面上的这些东西 是吧 你只是把自然界绘画中的东西 伸搬到画面上 是吧 所以说 特别是中国山学画 包括花江的画 是吧 当然现在人文画 比较写实一些了 那么从山学画上来说 这种 从中国的文化 延伸到这个 这个宾主次序 是吧 这种开河次序 是吧 等等等等 这些次序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那么这种 没有这些东西 就没有礼法 是吧 所以说 不能不讲法 不能不讲法 所以说 不管这个画 它虽然是当画 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呢 要讲究 要讲究 是吧 你不讲究 它叫没有东西 没有泪涵 是吧 没有就不愿意 是吧 那么这些东西 从事而来 我们根据什么 讲究 讲究什么 无非就是刚才说的这些 是吧 对自然的观察 对自然的观察 对自我心性的了解 对 最要得到的一种体悟 是吧 这些就是一个讲究的根本 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所以说 我们一直强调了 就是说 是吧 在这个 犹豫意义的这点上 是吧 是我们的一种 中国绘画 特别我们三十年画的一种 艺术形态 是吧 这个犹豫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所以说呢 其实呢 也是从中国的 我们过去 那其实装置的 骄云游游游呢 是动精神之日 而强调一种 精神的一种放 是吧 那么孔子的 一个犹豫意义是犹豫 方类 方类就是 就是由于我们周边的生活 世俗的生活中 是吧 又要有精神的 又要有方类的 这种有意义的精神 就是说我们的绘画 它既是出世的 它又是有录制的 这也是一种艺术精神 非常重要 画画的人 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上 对这种由于这种认识 实际上是人生一大快乐 也是人生的一大艺术 可以说这一点上 也是我们一种中国人的文化自觉 追求的一种精神的自由 所以中国画画 刚才我也强调过 就是一种人生的艺术 也是一种营造一种艺术的人生 所以说这一点上 我特别想强调一下 就是说很多同志 很多的同学 也许有的是专业的 有些人可能看他自己的好 是业余的 是吧 现在由于社会上 种种情况呢 有些人就感觉到好像 我这个业余的没钱 是吧 画了画去 是吧 他们都是画院的 他们是美院的 他们是学会的 是吧 那我们画了半天 也没人认证账啊 是吧 那么当然说 这是个现实 不否认 但是如果说 我们把中国画的 更高的目标认识 它是建构自己的一个艺术 人生 建构一个人生的艺术 那么相对来说 那些目的 也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是吧 另外一个呢 这个东西呢 在某种程度上说 也有点像这个微臣一样 城外的人看见 陈雷的人好 陈雷的人呢 也老觉得城外的好 是吧 其实把这一点想通了 陈雷城外都可以建构自己的一个完美的艺术人生 是吧 所以说不要把这一点上看着好像 好像我画了没什么用 最终我要是个业续画的 是吧 那就是你没有把艺术的冲击目标要搞清楚 是吧 我们学习它干什么呢 是吧 知者乐水 人者乐山 那么对我们中国人画 中国山水画来说 是吧 以自然的一种审美 特别强调的一种彼得的理论 是吧 中国文化里边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彼得的理论 就是把自然界的东西赋予它的一种人格化 是吧 这是一种意志同构 不同的东西把它建构在同一个关键上 同一种审视的那种审美的标准水上 是吧 这种意志同构 它是一种审美的联想 是吧 所以说就能够把自然物在成为审美的对象上的同时 又打散了我们伦理道德的努力 当然伦理道德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能力道德的标准 是吧 但是呢 这是它一个机制 做到格物之知 知道 是吧 特别是我们山水花 就是要把自然界的这些景物 富裕文化的属性 是吧 这样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别画山水花之中 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属性 原必一般的识觉审美更丰富 更深刻 说吧 初期就是说 识者是通晓的人 人者是浑厚的人 人者是浑厚的人 通晓机智 故于水之流相弃 浑厚古不不不 这与山之昌尽相逝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历史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历史 是吧 职者乐水 因为水和这个人的这种聪明机智 是吧 很能够流动的这种香气相符合 有同类的感觉 是吧 而我们看山的时候 它的那种浑厚 那种古朴 又和这种 一种人格化 是吧 又人格化 它和人的那种道德 就能够联系在一起了 这一点也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在写生的时候 往往我们现在很多同学 说 首先当然说 我们要了解自然界的规律 比如说我们去画一个山 过几天 过几天我们就要去 是吧 首先一个 我们要读这个山 读这个山就像读一本书一样 是吧 我们先要做一个流览 我们先要做一个流览 就稍微的 中左右 或环绕的 大概的看看 看看 看其形式 看其文理 是吧 逐渐地在选解 是吧 同时过去我上学的时候 可让先生有一个句话 特别重要 他说 看山要以大观小 是吧 这时候 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 要以大观小 是吧 是吧 我们现在来 这都是一些观念 为什么 我们今天 一直都谈各种观念 如果我们观念上 没有一个认识 没有一个了解 在写真上 很经常就会 到一个地方 很多同学 这点是好的 抓紧时间画画 一屁股坐在地上 说话 马上就画 最后 你画的 周边的 整体的一种掌握 整体的一种观察 整体的一种了解 甚至一种 刚才说的一种 用彼得的办法 就是说 你赋予他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品性 对这个环境 有一个通透的思想 是吧 这一点都没做到 是吧 那么就是 仅仅得其表皮而已 在观察方法上 了解方法上 都是非常重要的 带有一种 带有一种 品德的一种 审美方式 就是 那么就是说 这样才能够做到 得意妄言 是吧 得意妄言 把他中间的 这个 他的意味 他的 近见 也得到 他的表 他说 他说不过的 什么东西 那就无所谓 是吧 是吧 所以说 这样 这一点上 对一个地方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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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了解 他的一种 重表 积累 是吧 由外积累 这么一个深入的 一种观察 深入的 观察 并且 中国画是 以 境界的高低 是吧 来对画面的 一种营造 一种追求 一种品评 是吧 这个境界说 在中国画中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说 我觉得 我们说 画画画得好 画得好在那儿 画画面的 境界 境界有高低 其实 其实 严格说起来 人身有多少境界 画上也就有多少境界 是吧 人身的境界呢 是无止止境界 那么画面上的境界 也是非常丰厚的 丰厚的 丰厚的 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有几个方面 非常雄伟的 非常雄伟的 一座高山 是吧 前面有条河 河边有树林 树林里边 有村庄 这是什么的 这是环境 每个人都会处在不同的环境之中 是吧 比如说你们家一出来 是 楼房 楼房下面是马路 马路上面有 去区 这就是环境 是吧 环境是 最表辰的 当我们 朝夕 与他相处 是吧 不在乎 这个 你这个 这座山 这座小山 是 是好看 还是不好看 是吧 朝朝暮暮 与他相处 也许你 小时候在上面 放过羊 也许你在上面 你还放过蜂子 也许你在那儿 还抓过区区 是吧 是吧 朝夕与四 晚一时 和他 相处 他就 从环境 变成了 情境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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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 是吧 那么这就变成 意境了 意境了 就和他 他已经 践行践远了 是吧 就是说 真实的 践行践远 它更多是你的 心相 是你内在 营造的 是你 理想的 是吧 所以说 从 环境 到情境 情境 到意境 是吧 综合到这些 所以 他就有一个 高低之分 不同的人 不同水平的人 不同修位的人 不同心胸的人 不同心胸的人 不同胸痴的人 他就有不同的 这个意境 然后 意境的高低 就是近见 就是近见 通过我们的 笔墨 表现出来 在画面上 就呈现出不同的 近见 不同的意境 是吧 所以画三十岁画画 不在乎 不在乎 你画了什么 画的是哪哪哪哪 甚至有的人 画的画 都基本差不多 所以说 在这一点上 包括 曾经一个外宾 也确实说过 说你们 中国画 前头一面 前面一面 是吧 我下了 飞机 在 飞机厂 就看见 有卖画的 就是你们的三十岁画 我到了 这个 美食馆 挂的也是 你们的三十岁画 到了 容貌 在卖的画 也是三十岁画 我看来看去 都一样 是吧 你们就不会画 这别的吗 是吧 其实呢 这正是他 说到了 中国画 最重要的 一点 是吧 就是因为他 表面是一样的 他类在 是 牵扯完 是 不同人 印记 是不一样的 留下的痕迹 是不一样的 境界是不一样的 不在乎 于外面 要从外表看 它确实是一样的 无非在这个山头 搬到那边 这个山头搬到那边 是吧 所以说 我们同学中 过去也有些人 说 老想初期 是吧 老想到 其实他 其的 不是在这个方 你千变万化 你千变万化 也是这些山 关键 关键 就是说 你的修为 你的境界的高低 来弄得更高小 对吧 那更高小 我们中国话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它是 以符号 形式 符号 语言 来做到 对一点 就是说 它在表现 表现 表现 语言 王氏 带有一定的 符号 形 是吧 这是前面说 说的 中国话 它说 用符号 形的东西 来 构成画面 是吧 你看 我们的树 我们的山 山 也不是真实的山 树 也不是真实的树 房子 也不是真实的房子 那么另外一个水 也不是真实的水 如果你真实画 真山 真水 那么搬上去 它也不叫到神 是吧 它已经 经过了 我们人为的 加工 经过了 一种 文化的 加工 是吧 已经 转换成 我们 心中的 符号 然后呢 是 符号 每个人的 这个 水平的 高低 是吧 修养的 高低 所 画出来的 这个 符号 不一样而已 不一样而已 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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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不一样的 水平 不一样的 是 不要 你 没有 中国画的和它相关的一些文化理念 来谈到我们的中国画 是吧 就是说平时 可能有些方面 我们想的比较少 关注的比较少 那么今天呢 我主要是从这些方面呢 来逐渐的进入到我们中国画的一些本体的东西 所以说呢 这三个咱们就讲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